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兹米尔 的大规模游行活动灯场前 侮辱国家领袖 尽管因斯选情一度看涨 埃尔段仍在24日的首轮选举成功连任 土耳其官媒安纳杜鲁新闻社 报道说 案发在伊兹米尔一家提供酒类的餐厅 相关照片已在社群媒体上流传 这12人目前被拘留在狱中候审 上传亲政府网站的影片显示 民众坐在露天餐厅一再用埃尔段的名字说反话 当中有被消音的辱骂用词 伊兹米尔 21日的游行活动 是因斯陆续接触各大城市造势活动所举行的一系列大型集会之一 伊兹米尔市是因斯所属的共和人民党 Republican People's Party 铁票舱 因斯在伊兹米尔省赢的54%选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郑家